新加坡军方有一架F-16战机 这个月初在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经过10天的调查后 当局认定 招货的原因和战机上的陀螺仪故障有关 当局也决定在采取额外的措施之后 将会让同一款的战机全面恢复飞行 新加坡国防部今天发文告证实 这个月8号 在登加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的F-16战机 陀螺仪向飞行控制电脑 提供了错误的信息 导致飞行员在起飞的时候无法控制战机 这也是新加坡过去35年以来 第一次发生F-16战机上四个陀螺仪 同时发生故障的罕见情况 当局将会和制造商洛克·希德·马丁 进一步研究与追查故障的原因 同时师城国防部今天也宣布 将会恢复F-16战机的飞行训练 但是会做额外的预防措施 在起飞之前对陀螺仪进行检查 对陀螺仪进行检查